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业运势强劲 事业发展 有望 双线 上升 表现出卓越的职业能力和领导前置 三 太阳线 太阳线的存在代表成功线 表明这个人在事业上具备强大的成功预兆工作后 有望获得显著的成就 一步步攀升至事业巅峰 四 财运线 财运线的存在预示着财运亨通 有着丰厚的财富积累 这不仅是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还包含了财富的累积 五 事业运势强大 首相上有预警文的人事业运势非常强大 步步高升 这不是持终之物 而是注定要飞黄腾达 成就非凡 六 百年难得一遇 有预警文的人被视为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 在学习时期就展现出惊人的才华 而成年后事业运势强劲 事业成功指日可待 七 富贵之人 首相上有预警文的人不仅是天之骄子 更是富贵之人 工作后有望扶摇直上 取得卓越的事业成就 总体而言 预警文是一种罕见而强大的首相文录 象征着成功财富和卓越的天赋 当然 除了预警文在首相中 还是有着很多象征发大财的首相 我们一起接着往下看看吧 一 金花文 拥有金花印文的首相被视为极为极力的瑞香 象征着未来的富贵荣华 以下是对于金花印文的更详细解读 一 金花印文的形状 金花印文是指手掌中两个米字文并排而立 这象征着金花印在掌中 独具特色 重要的是 这两个米字文应当是平行而立的 一左一右 不可斜斜相对 二 金花印文的寓意 金花印文被赋予了富贵吉祥的寓意 有一句诗歌直接表达了其吉祥含义 指出拥有金花印文的人生活中富贵无忧 男子将登上官场成为贵人 而女子则有机会嫁入显赫的门第 过上优渥的生活 三 男性的寓意 若金花印文出现在男性的首相中 这被解读为他将来会在事业上取得辉煌的成就 登上龙门身价百倍 成为高人一等的贵人 这是一种富贵命格的象征 四 女性的寓意 若金花印文出现在女性的首相中 欲示她将嫁入显赫的门第飞黄腾达 犹如凤凰涅槃 这是对女性未来幸福生活的吉祥预兆 五 富贵荣华 金花印文代表富贵荣华 是一种非常吉利的首相文录 拥有此文的人 往往会在事业和家庭中 都取得显著的成就 二 宝云文 宝云文是首相学中 一种具有吉祥寓意的纹路 以下是对宝云文更为详细的解读 一 宝云文的形状 宝云文是指手掌中 有一个螺旋纹状的纹路 形如一圈又一圈 呈现波浪状 其形状可以表现为环形 也有可能呈现铜钱形状 二 宝云文的寓意 拥有宝云文的人通常被认为是 财富命格 命中主财富 手掌中这种螺旋状的纹路 被视为宝藏的象征 暗示个体能够紧握大财富 一生不必为钱财担心 三 环形宝云文的解读 如果宝云文呈现环形 这被解读为此人有可能成为富贵 知人 封侯败相 取得显赫的社会地位 这是一种财运和事业成功的预兆 四 铜钱形状 宝云文的解读 若宝云文呈现铜钱 形状 这被解读为家中会充满食物和财富 这象征着家庭富足 不仅物质生活风域 还能积累财富 五 中晚年的富裕 宝云文的存在 特别是在中晚年时 被认为更容易带来发家致富 这意味着个体不仅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而且在晚年生活中 也不会为经济问题而忧虑 需要强调的是 首相学是一种占卜艺术 其解释存在主观性和文化差异 不能完全依赖首相来预测个体的命运 实际的生活结果受多种因素影响 包括个人努力 智慧 环境等 三 感情线末端有分叉 感情线的末端常有分叉 直接到达实质的下方 这种首相特征通常被解读为 对感情专义忠诚 并且在婚姻生活中 能够取得幸福和成功 以下是对这种首相的进一步解读 一 感情专一 分叉的感情线 意味着个体在感情方面 表现出专义和忠诚的特质 这种首相暗示着这个人 对于婚姻有着坚定的承诺 能够从一而终 不轻言放弃 二 发家 容易依靠另一半 当感情线直接到达实质的下方时 这被解读为 个体在事业和财富上 可能受益于另一半 夫妻之间能够相互扶持 共同创造财富 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三 婚姻生活 幸福美满 分叉的感情线 通向食指的下方 预示着婚姻生活幸福美满 夫妻之间感情深厚 能够携手共度 风雨 共同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共同追求事业的成功 四 事业能够做大做强 这种首相特征还暗示着个体在事业上 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功 夫妻双方合作默契 共同经历风雨 使得事业能够稳健发展 做大做强 五 不用为生活发愁担心 由于婚姻生活的幸福和事业的成功 个体不太需要为日后的生活发愁和担心 在感情和事业的双重支持下 生活将更加安定和富足 四 拇指与无名指有波及 拇指与无名指位置 处长有波及文的首相特征通常 被解读为具有较高的智商和聪明才智 而且这种聪明表现为踏实 踏实的工作 创造更多价值 以下是对这一首相特征的阔写 一 天资聪明 拇指与无名指位置的波及文 是一种相对罕见的文路 被认为是天资聪明的象征 这种首相遇事 个体在认知和学习方面有一定的天赋 更容易理解复杂的问题 二 它是工作 虽然具备聪明才智 但波及文也暗示着个体是一个 它是务实的人 他们懂得一不一个脚印的工作 不急功近利 更注重长期的积累和努力 三 运势 这种首相表明个体在事业发展中 懂得如何开拓运势 他们不仅具备理论知识 还能将知识应用于实践 善于创造机会 通过不断努力开创更多的可能性 四 贵人 提拔 拥有波及文的人 通常会得到贵人的提拔和帮助 由于他们的踏实工作和对事业的开拓态度 更容易赢得他人的认可和支持 有机会得到更多发展的机会 五 事业成功 这种首相特征暗示个体在事业上 更容易取得成功 他们的聪明才智 踏实工作和开拓运势的特质共同 促使他们在事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取得更为显著的成就 五 多条钱才闻 拥有钱才闻的人 通常被认为在财运方面有着相对较好的运势 以下是对这种首相特征的更详细解读 一 财运兴旺 钱财文位于小指与无名指根部的位置 且是多条竖文 表示个体的财运兴旺 这种首相预示着个体在经济方面 可能会获得成功和富裕 财富通常会持续地流入个体的生活 二 天财运势强 钱财文的存在暗示个体容易获得偏财 这可能表现为意外之财 投资理财的成功或者其他不寻常的财富来源 个体可能会在生活中经历一些突如其来的财富机遇 三 投资理财好运 拥有这种首相的人在投资理财方面 可能更具有敏锐的直觉和好运气 他们可能能够做出明智的财务决策 获得可观的回报 四 容易聚财招财 钱财文的存在暗示个体具有聚财招财的本领 这意味着他们有能力吸引财富 不仅能够保持财务稳定 还可能在事业中不断积累财富 五 有望成为有钱人 这种首相特征给予了个体成为有钱人的潜力 他们可能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拥有较高的收入 并且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 六 天生福气运势兴旺 这种首相暗示个体的运势兴旺 天生带有一定的福气 无论在事业还是财富积累方面 个体都可能经历相对顺利的发展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